因為剛好你打幾局 知道大家現在的帶牌是什麼時候 比較好去抓 好 好 這個是預備長 字卡又上錯了 應該是第二輪的 又是一個 不要再追字卡了 無雙法對上 奇蹟法嗎 沒有 有放香蕉 但是又有 紅龍 上面有香蕉 對 不知道 看這兩位目前檔次還沒出來 還不確定 還不確定啦 搞不好上面是沒有 搞不好上面是正常的 有帶狐狸比較偏向無雙一點 對 就他 上面是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張紅龍 對 但是下面是確定一定是無雙 上面應該就是正常奇蹟法 只是自己再多帶一個紅龍 帶個紅龍合理啦 帶個紅龍就代表說他也是有放口袋的 機率比較大 奇蹟法戴口袋在之前大賽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被編隊出現 對對對 但是比較 也蠻多人是沒有的 像那個60229他就是沒有放口袋應該 有些人不戴他們的說法是說這樣有點太重 他們主要打的是奇蹟的體系 他們不想要 呃 其實講白眼他們不想要靠賽 喔 對 但是 現在的環境就是 我就是要跟你靠賽 但是一位深遠 對 一位深遠 這張這就是很看人的啦 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就直接按最右邊那個 啊就跳出口袋 那你也不能說什麼 最右邊那個選項 是隨機的 當初大家有一段討論就是 到底要直接左邊三張硬選 至少你可以選最貼近目前場的狀況 對啊對啊 因為他空場嘛 也不太需要檯面 所以他是可以考慮選最右邊的 還不錯啦 我覺得 神秘一波 這張牌其實蠻強的 我蠻喜歡這張無賴的 我記得當初如實的法師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就是照劇本走嘛 你看你以前兵法嘛 火法 現在的法師是法術已經強到自己都搞不清楚要怎麼出了 對 現在很free 現在很free 以前法術自己念咒 現在法術就丟箱子出去 來 你十個法術就 十個法術那個 因為我剛改版玩的時候 我有玩一下 就是剛剛Strive Crow那一套 兩張死的 我玩得很爛 玩得很爛 我一直被噴 你覺得難點在哪 我一直被聊天使噴 因為我那個按出來就很差 然後後來我看了這個 靠賽 那我們現在問一下聊天師 所以你到底打X打在哪裡 呃 我猶豫 你有猶豫是不是 對 我有猶豫 不該猶豫 我懦弱又猶豫 這就是我必須做在這裡的原因 我有沒有要留下來了 但另外一位我們台灣好手靠賽 我那時候觀戰他兩把 我好秀 天哪 他那個死打下去 比賽就是結束 所以你會靠他那個完美的自信嗎 我是覺得ID取得很好 我真的 我那個好秀 而且我說為什麼你不玩無雙 喔 因為這樣這個死只能放一張 我玩這個我可以放兩張 這樣才可以打出我的身價 我直接被他說服 你的無雙只有一張 我也有兩張 他那個真的好秀 我還在加這個烏龜總共有四張 反正我打出來你就是要死 你的場面就是要不見 我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十張表演的結果 他可以打到就是 對面七隻怪 他一張怪都沒有 按一張死下去之後 他七隻怪 對面一張怪都沒有 那真的好秀 吹那麼大的嗎 不是吹那麼大 有VMP啊 沒有吹啊 小的有眼無珠 竟然 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只能說 就是賽的離譜啊 真的是賽的離譜 但是回想一下 一路一路看如實比賽 看到現在好像你覺得 還OK啦 還OK啦 這不是當然嗎 當然當然 你當然 對他可以辦到這樣 我覺得首爾戰 如果他可以跟當 如果他帶的是法師 嗯 首爾戰很高機率 有他一個位置啊 就給他秀 第三天有他一個位置 尤格薩倫最忠實的普奴 但就怕等一下 等一下去查 欸 你不帶法師 那你可以去吃兵啦 喔你可以吃兵 我覺得他只能帶法師啊 所以你意思是說他除了 使用天之力 他毫無操作可言 毫無操作可言 哇好不愧會直接講欸 他就是天選之人 天選之人 對他只要想辦法活到死費就好 他就是出生天生就血 輪眼跟輪魂眼在成長那種 對 就人如其名嘛 靠賽 可是偏偏跑去練體術 那可能就沒救了 要看他 我相信他應該是帶法師啊 因為我對他這個了解 他中間會徬徨 對 還來問我說要帶什麼 但我那時候已經很果斷跟他講 你就是帶法師 沒有什麼好選擇 運氣也是你的實力 對 你只要有那張箱子 就有無限可能 好這邊選擇直接 切滿場 冰起來 哇這個play 趁一點時間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 這邊騎 感受到奇蹟法 做不出combo的那個無力感 嗯 不過下一回合可以海軍人切啦 如果我切出一個嘲諷就還不錯 所以這邊穩定住檯面 也不讓你自噴 對 讓對手 卡住我 沒辦法再繼續加壓 其實 打得算秀 打得算秀 這起一把打得算秀 喔一個獎勵 哇 任務獎勵耶 真美 直接來 3 3 嘲諷 剛好是3310 鏡像 他好像可以打一個3310 3310 聽到不行 欸不切是不是 喔他沒有要切啊 他還是可以再切 對啊對啊 我原本講3310 就是 直接切那個白巨人 對 有嗎 好像在思考吧 他在做這個抉擇 他這邊不切 他假如不切的話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我想不到 你想不到 對啊因為理論上 他這邊切了 你不要切白巨人 你切海巨人 場攻夠高 只要超過15 你下一盒就是叫殺 對啊 喔他剛剛應該在想要切誰啦 喔呦 可以 對啊那這樣子你看 對面只要沒有兩隻大怪都解掉的話 解奪者跟知益先生 對 你等一下跳紅龍就是叫殺 不考慮冰啦 畢竟無雙的冰比較難出現嘛 但對面有冰那就 就有點尷尬 就沒辦法 只要還有一張寒冰劍跟羊 所以以上意思要來說 他可以撐蠻久的一段時間 欸他這邊也是打得很穩喔 他還是給自己一些空間 不要說欸我全部都打頭 然後不丟這個末日 嗯 對還是要讓這個奇蹟法難受一點 末日送給你 剛才一波就算 沒有 趁末日很賺啦 對 然後節奏又回到我這 然後我可以打 安東尼 寒冰劍 叫殺 我的意思就是末日送給你 讓你的場面再見 對 嗯 這樣子奇蹟法應該是 走了 因為大家會說奇蹟法打五雙法好打 那其實也都是建立在 你很前面 就天虎 然後可以切白巨人 應該就雙方的劇本 誰越早完成基本上都是 如果雙方都一樣順 那變成是我按口袋的回合 你已經叫兩隻大怪 對 這樣子其實 都比最順 滿難 對都以最順的情況來講 奇蹟的壓力會給 無雙更大 對無雙會比較劣勢一點 因為無雙變成是我還要時間撲 但是你的劇本是 你的場面已經一排了 可是大家可以換一個方向思考 我的天虎是一張口袋 你的天虎是 要有喚醒元素 要有後手 要有白巨人 要有切 對 對阿其實差距是滿大的 對阿其實差距是滿大的 好 西亞美特選擇是 衝刺風怒 喔他打掉阿 打掉阿 喔打掉了打掉了 欸我在想 西亞美特阿 欸為什麼 喚醒元素 對我沒有 他是用喚醒元素降費啦 對阿 所以他是奇蹟法 但他也放了這些有的沒的 西亞美特 帶奇蹟法的西亞美特 我在 我看到許多的資料都是 許多法師會選的帶這一張 奇蹟法也會嗎 就是那種舊版 因為他是有放海綠的 喔喔喔 對這邊這邊 對對對 就是有口袋的 還是有帶 而且西亞美特 應該說你有混口袋的話 多張西亞美特 比較不錯 畢竟他實在中期是一個好介紹 而且我剛剛想一下 剛剛看一下那個ID 上面是菜喵是不是 欸 是嗎 好像是吧 我剛剛看了一下 不太確定 不太確定 因為他是 菜喵 我不知道那個 應該是啦 我不知道 反正 就當他是吧 對他們 喔奇蹟法也會放到這個是因為 有放口袋 然後有紅龍 然後又 喔 就是 他們還是有放一些新卡進來啦 西亞美特 應該說這種西亞美特或當初的騎手老師其實存在有點就是把一個節奏搶回來嘛 那其實西亞美特概念也很像 會不會他想的比較美 例如說 因為他有帶香蕉嘛 所以會不會是西亞美特吃兩根香蕉的時候是可以跟你爽換巨人的 喔也可以啦 也有可能 這比較浮誇的講法啦 對 他們這個 這樣子配我覺得也還不錯啦 因為 我剛好有 最近有接一個比賽 嘿 然後最後選擇 劉董 幫我帶的是奇蹟法 奇蹟法 對 然後我看了一下那個奇蹟法 我沒看到這些新卡 一張都沒看到 嘖 害我想了一下 他是不是在害我 他是不是在害你 對啊 欸對耶 他直接從他的資料庫拿一份 欸這副就給你了 然後是舊的 對啊 因為我最後就是說 欸要交牌了 那 我選擇相信你的資料庫 因為我原本想帶無雙法嘛 可是他一直覺得奇蹟法更強 我說那好 不然 你生一套奇蹟法我就用 因為我 改版之後沒什麼在玩 我只有看過在對面 可能他因為是生給你的 所以他沒有用心思去調配他 嗯 沒有要做出飛天小女子的那種心情 對但我們是團體賽 對 所以我想 好吧 算了 因為我現在看一看你這邊這一套 嗯 好像比較好 好像比較好 對你這一套好像 好像好一點喔 我看這一套是 放下這個元素放下這個口袋 我看這一套是在天梯上面比較 呃帶牌率比較高的 嗯 就是他們會是 呃兩個巨人 海巨人三巨人帶滿 然後會有西亞梅特跟大法師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奇蹟的配套 就是正常的嘛 對 新卡的話就是多了那幾張而已 然後香蕉小販 法力巨峰就是我們大賽場看到的 嗯 就只是多了西亞梅特 這個小傢伙 不是這個 這個大家伙 大家伙 對不起對不起 有多放還是會有差啦 對啊 因為他也是元素嘛 他還是可以被降飛 這也是一個重點 而且他其實在抗中速的時候 其實西亞梅特會有不錯的效果 喔對對對 有時候可以做個硬化 欸但他這個還有放麒麗 哪有 麒麗亞是西亞都有 對 所以在抗中速抗快上面的 節奏來說是可以拉滿滿的 嗯 四肺也其實可以再放 喔飛龍或是中場拾荒者也都不錯啦 也都不錯 奇蹟法還是挺強的啦 嗯 好吧 那目前感覺 這一個 他們剛剛是1比0的是不是 對對對 喔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等下一個轉播嘛 對對對 我們現在可以聊一下天 可以啊 你覺得這一次的這個改版啊 這次的資料片 你覺得 我們不要以強度 你覺得最好 對你來說最有趣最好玩的 喔我剛剛也有聊過這一題欸 欸 答案因為反正不同人嘛 答案一樣應該沒關係啦 沒關係沒關係 我覺得基層術蠻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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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基層術蠻好玩的 有些基層術蠻好玩的 剛起床的 我覺得基層術蠻好玩的 基層術 就任務術嘛 任務術任務術 我覺得還不錯 整個 就強度是有的 樂趣也是有的 樂趣也是有的 對但能不能比賽我不好說 我希望有人帶啦 我希望有人帶 因為任務術目前在天氣上面的勝率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需要有一點會跟的人玩才比較強 因為他在天氣上面勝率幾低 多低啊 有過50嗎沒有 平均下來 30 還不到40 喔不到40喔 我覺得有點扯啦 是想說會不會這套牌是要有會跟的人才懂我 喔喔喔喔喔 我不好說 但我必須說如果你是 你所以你是有會跟的人嗎 我肯定是 沒有要有自信 應該這樣講啦 因為我自己剛玩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直接copy就來玩了嘛 嗯 前面一定會犯錯 對 所以你前面幾場一定會輸 那有些人可能前面輸完就不玩了 對 所以這可能是統計勝率比較低的原因之一 是 因為有人說欸打兩場 也不知道自己哪裡錯 還沒抓到七精髓 對 然後就投降投降投降 三deck 喔 過一次我只是想要計勝你一次 計勝完就不玩了 對對對 有可能是這樣啦 對 天地上面勝率的確不能當作最好的參考值 但是也可以證明說這套牌可能在 領悟上面來說是比較難度 應該說 我覺得也不是說領悟上有難度 我覺得是他有一些是你必須玩過之後你才會記得的一些 小Payball 啊 對 就有一些小技巧 然後有一些牌的這個 對應啊 然後會怎麼樣 譬如說那個伊菲那張跟霧毒娃娃 喔喔 等一下 這邊 後手 口袋銀河 兩邊都有 兩邊 欸這樣正好 很好 大家知道無雙法跟 奇奇一法暗碗口袋 接下來這個遊戲會不太一樣 對 到底會差多少 你會覺得是不是來到了旅店大亂鬥 對 你看 喔這邊一個飛龍 喔一個西亞美特 喔喔喔喔喔 封盾 封路聖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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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怎麼那麼好玩啊 喔接下來就看了是進來的檔次 唉 這邊可以洗一輪 這邊只降一費 那下面這邊是降了九費 喔差距 差距 對 他這邊是不是就洗一波啊 呃 還是冰起來 還是冰起來 冰起來的話就順便洗一波吧 感覺是比較好的選擇 欸 喔他想要用卡德加 鏡像 鏡像 鏡像香蕉這樣 可以多一點法術 這樣子幾隻 他應該在算吧 五隻 六隻 所以巨人會剩兩費 嗯 呃 是剛好六費啦 可是這樣只能拿一張法術 就不能丟香蕉 就是 呃法力聚風的TURN要 喔那沒有 乖乖吧 乖乖出力吧 拿兩張就好 可是這樣大家就很明顯看到 上面很劣勢 來 喔 這個好像會拿到巨人 在哪一個 不是 喔抱歉了 想到輻殺者了 那就是拿末日 或是隨機一個 我不知道欸 這樣按完之後 因為我 我後來沒有玩這個催堤手 他這樣等於是隨機一張嗎 欸對欸 這是個好問題欸 就變不是 因為他剛好來的是末日 嗯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應該是隨機一張啦 只是剛好來的就是 他本來費用最低的 也不 不清楚到底是看降費過後的費用 還是降給錢的費用 因為你的 呃兩個神聖精靈跟白巨人 剛好都是元素 嗯 好 戲劃 抽兩張 冷凍光線 有點慘 有點慘 還要幫對面抽 因為自己的牌 快沒東西用了 卡德加 配個 鏡像 扛 好吧 沒關係 既然才打不贏你 我就先扛著 然後下個巨人 那這邊要 直接抽嗎 沒有 這邊要 要結場吧 他感覺就是 下一回合才要抽 好 好 法力 哇 我覺得他其實可以先打香蕉 他應該知道是八牛 理論上可以送一張香蕉 哇 還來一張好一點 開始 炎爆術 選擇了神秘的法術 選擇的是神秘最低費 冷凍光線 變陽 冰起來 喔 感覺 上面已經快扛不下去了 他可以賭啦 假如接下來 禁牌是沒有那麼好的話 喔 可以抽 開抽 先開抽 銀河之後的開抽特別沒 可是奇蹟把他的 嗯 喔有有有 巨人 還是這個二也按了啦 拚一個啦 你能有那個切的話 好像 好像還是有機會 你們兩個都銀河了沒有在怕的啦 嗯 他再怎麼抽這些一費的 你切出來 如果你可以切兩個十費應該蠻強的 沒有他猶豫了 哇那很危險 這邊可以 烏毒完之後 這邊到底要不要完美啊 這我都覺得好難喔 這邊還是不完美是不是 完美要留著等那個嘛 選真的被反反鋪一波之後 來個扭曲是不是 通常很多在順風局 就是把完美 留到最後一手 扣著嗎 當結場用 你突然一個箱子 把我打回來 我再個完美打回來 來一個扭曲虛空之類的 喔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哇太好了吧 嗚喔有餒 還可以白巨人 來了 但是最關鍵的那個 都還沒來 沒得切啊 嗯 這邊衝刺 瘋怒嗎 還是聖盾 這個咒術師的呼喚 到底換去哪裡了 好 一根香蕉下去結兩隻 還蠻美的 你看這張強不強 強 真的強 還可以配這個香蕉 好巨人丟出來 我能說 上面卡真的有夠卡 他太多 他目前已經把三 兩張巨人的資源 主要是他第一波的那個 那個什麼 伐力巨峰 拿太少了 哇 BGA去 Oh my God 他用得好好喔 我真的好菜喔 他們怎麼都用得這麼神啊 看來到這個 看來 不只是某些遊戲 要練一些隱藏技巧 看來如此要開始練這個隱藏技巧了 這個真的要 多練練 如何要讓完美更完美 我搞不好上一回合就丟了 想說隨便拿一張生物 沒事吧就丟了嘛 對啊 感覺好像也沒什麼差 結果沒有想到 直接再把一個巨人放掉欸 好舒服喔 那這樣應該是 上一場誰贏啊 我已經忘記了 上一場是上面 都是法師 這太像太像了 我沒記錯的話 畢竟他旁邊都是零 我也不知道怎麼看 他那刺卡還是不更新喔 手上拿到了一張紅龍 但是 另外兩張元素呼喚顯得尷尬 這個 紅龍 是不是也要直接丟出來啦 喚醒元素 喚醒元素就等 訂閱個法力巨峰吧 沒辦法 他只能丟了吧 他的紅龍 回個3D 還是直接 感覺好像應該要直接噴對面 喔可以 開秀 藍龍 炎爆 創造之力 有創造欸 我在飛 就是這麼完美 輕鬆簡單 Easy 喔沒有 打這麼穩喔 他選了一個最穩定的選擇 好也行也行 穩穩打穩穩打 我們看得出來 他對於神燈的用法 就是至高完美主義 我們就知道他不會做這種 偷雞取巧的選擇 不想靠賽啦 對對對 跟我認識的一位人不一樣 我來了 來了 我有開秀了嗎 露娜 這秀的回來嗎 哇這秀回來不得了欸 再冰 哇哇哇 這好像可以把排骨全部抽完欸 再抽 現在你什麼都 你現在什麼都不缺 缺的就是 那這樣一定有缺了吧 露娜的這個 動畫而已 哇 哇哇哇哇哇哇 Oh my god 怎麼搞成這樣 開切了開切了 喔 伊瑟拉 跟加拉克斯 再切 再切一個 切掉卡拉斯 歐尼克西亞 看我那張是 加手上的 嗯 死神加三加三 手上的 啊這樣 其實後來想到一點 是不是應該要 切擺巨人啊 欸對齁 是不是要個嘲諷 這樣沒嘲諷好像 好像有點危險欸 我後來想了一下 啊沒關係啦 算了算了算了 這樣也不錯啦 這樣也不錯啦 看起來夠強 就第二切啦 第二切不知道 是不是要切白巨人比較好 來 沒有切嘲諷出來 哇 他會捨棄他這個場面 不會吧先冰吧 沒有 因為他會那個 他應該有烈焰風暴 他應該會選擇 AOE繼續 繼續燒 以他的個性 這時候還不是實際點 他會展現給你看 什麼叫最好丟箱子的實際點 沒錯 他沒有猶豫 剛剛那個是猶豫之後才丟 他這個一開始就決定不丟了 這樣就不是猶豫 心理素質是有差的 我球點一個唄 他在想要不要把左右都解掉 是不是 他剛才是不是有一個 想要丟末日的想法 就是最後又拚個 拚個箱子收頭 那麼浮誇的嗎 也 沒有沒有沒有 他也太浮誇了 他應該只是在想要不要解一隻那個 霸惡 對 丟末日 丟末日 送頭啊 這什麼自信啊 我相信等一下就會 按個十然後就一定 可以把對面收掉 按個十第一張邪惡攻擊 再見 再見 美 寒冰劍打頭 這樣不得了 這樣是秀半天 這樣是什麼 切 好 切一下有嘲諷嗎 但是有衝刺 有衝刺 撞掉 再切 再衝刺 秀歪 都跟你說就好啦 也只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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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撞一撞來個 大頭呆 欸 好像不行 嗯 大頭呆是巴費 巴費 嗯 再給一個 嗯 那麼開心 又一張歡笑之女 那這裡 太歡笑了吧 太歡笑了吧 吼下去了 不能憂鬱 邪惡攻擊 結束 炸水晶 欸 欸 刀扇 刀扇也不錯 唐扇也不錯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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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刀扇 好,打這個完美的卡牌,然後火球,結束,GG will play,好強,下去 沒有,我剛剛在看那個神燈會不會被燒死,FIREBALL! 三張都可以,灰擊,下去 給幾分? 喔,四分,四分,滿分十分,滿分十分是不是?